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身材壮硕的男士们就应该要开大车呢 的确我们也常听到有一些男士们在选车的时候 可能他们在买车的时候就会突时问一下这个业代说 这台车如果我老婆来开的话 会不会觉得这台车太大 这就是我们一般的既定印象 相关于有一个朋友 一个女生朋友 她身高150 但是她开了一台白色的G-Car 那当她下车的时候真的吸引众人的目光 她觉得她一下车仿佛身高有到了170 有很多的女生其实个儿小 但喜欢开大车 有很多个儿高的男生反而喜欢开小车 但我们先来聊聊 对于一些高个子的男孩子来说的话 在选车上面 他们常常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就好比爱大你 其实身材在坐在各国 各国各个国家各式各样的车子里面 确实还是有一点点差别 其实早期的时候 每一个国家的这个生产的车辆 这个品牌 其实都充满着不同的个性 而这个个性 尤其有的是驾驶的感受 有的是操控的感觉 我想在座各位都是这个老司机 二十年前我们在试车 尤其试到这个法国车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开这个法国车的首排车 那个在打档 这个五档要推的时候 大概推不太过去 都要这样 还要绕个弯的感觉 因为印象中是说法国人手长 手长脚短 所以脚短的状况之下 我们坐的这个椅子比较后面 结果推排档杆要推到五档了 就推不过去了 就推不到那个位置 所以这个时候就非常非常的特别 其实呢 这你再大家再回想看看 你如果开日系车跟欧系车 其实座椅的高度的调整 其实也是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落差 有些车子我们一坐下去 我们就觉得说这个调到这么低怎么开呢 或者有些是调到最低 我们还觉得这个头啊顶到天花板 其实它是一部大车哦 所以这就是依照身高体型 跟民族不同的一个差异化 所设计出来的产物 但是近年来这个车子呢 大部分都设计了说 所谓全球化的一个这个设计制造方向 但是还是免不了有一些些传统的这个 人音工学的因素的统计资料 被灌注在这个车子里面 就好像在座又是老司机的 我们这个出国试车到了荷兰 来说这个上厕所啊 都觉得快要够不到这个小便斗 真的假的啊 荷兰的男性厕所小便斗 就长得比较高一些些 因为荷兰人高啊 所以这个就是在民族上 差异上的造成的一些差异 但是呢 现在的车子我刚刚讲的 设计上就是全球化的趋势 加入了全球人种的一个人音 再加上现在这个异国恋情 非常的发达 所以DNA的这个交错混合之下 大家都差不了太多的这个数据 以往我们到了欧美国家 觉得外国人好高壮哦 现在好像也还好 大家都大概是差不多 尤其以前那个车辆方向蛮不可调啊 后来可以上下调整啊 现在可以上下前后都可以调整 当然就可以找到 比较便利的一个驾驶姿势 再说现在手排车也少啊 你要打五档 也没有那么远的距离 好让你打 然后那个这个排档杆呢 现在也都现传的 是的 也不用转啊 按个扭就可以搞定了 但是就是在乘坐的姿势上面 座椅的深度 座椅面的高度 甚至呢这个呃椅背的这个符合 你人体工学脊椎的这个角度上都有些不同 但是基本上呢还是大车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空间 小车他整体的车身尺码就来的小 所以小车内部的空间 确实稍微会比较局促一点点 大部分人都觉得说如果你身高高啊 你的这个体格比较宽阔 比较壮硕的话 就是胖子的 像我们这种肚子比较大一点的这种 呃男性朋友们 你就不适合开那种小跑车 基本上你进得去 但是你自己把自己的肚子挤着 其实是蛮痛苦的 那当然高个的人在车子里面最怕就是 在车厢内这个不舒适 尤其是进出车门的时候会撞到这个屋顶 还有像我有的时候这种恨天高的这个头发 坐在比较矮空间比较小的车子 那个车头都一路上我都要这样子 歪着歪着头再开再做 然后到达目的的时候头也转不回来了 这就是蛮好笑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在各方面的这种不同的状况之下 呃还有一点 尤其是这种所谓的 双座敞篷小跑车 我以前有一部SLK 那开车的时候就是要嘛顶到棚 要嘛开棚的时候觉得 又想要座椅坐高一点 高过那个挡风玻璃来看一下前方 结果最后的视线全部被挡风玻璃的 那个外框给挡住 什么也看不到 结果开没有很久就把它卖掉 嗯 所以观众朋友如果你是高个子的 可能也是会体验到像爱戴 有时候在选车的时候 他遇到的一些状况 一些问题存在 那么如果我们可以避开这些问题的话 高个子的男生呢 或者是高个子的女孩子呢 大个子 有哪一些车子是比较适合的 小叶 好确实像刚才爱戴说 我们的传统观念就是高个儿就开大车 那如果身材没有这么高的话 可能就习惯开小车 这个是一个蛮普遍的观念 不过呢 有一个美国的车辆资讯网站 叫出卡 他就是针对的更细节用一个一个去量说 我的腿部跟我的头部空间 综合加起来成为一个公分数 他们是用英寸来算 他们来算说那哪个综合最高 他们做了一个排名 就是说你两个头部跟腿部空间 加起来数字空间越大的话 他的排名就会越前面 好 那他这个统计数字 其实列出了非常多的车款 不过很可惜的是 第一名到第四名 现在台湾都没有卖 那如果说以他们第一名到 前两名来说 其实都是韩国车 比如说他的第一名就是KIA的K5 那第二名就会是现代的SONATA 这很可惜 这些品牌我们都听过 但台湾没有卖 那我就先以台湾有买得到的车型 作为列举 他这个第一台就是Lessus的RC 他在这个排名上其实算是第五名 但因为他台湾有销售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Lessus的RC 它不是一台双门四座的车 对 怎么会他排在第一名 我觉得他蛮厉害的是 他第一个 他虽然说是流线的造型 但利用很好的做佐点 跟什么 牺牲掉后座的空间 所以他把头部跟腿部的空间 加起来是足足的86.3寸 大概是219公分的数字 但这个网站也很老实 因为他都叫True Car 他就说 不好意思 你的后座跟后巷 就是小 这就是你牺牲 为了你要好的前座空间 所换来的一个结果 那第二名 还有再下来就下一个名次 就是现代的Ioniq 6 这个电动车 我们大家也都看过 那因为我等一下会再跟大家讲说 为什么有些车款 他在不同的动力配置下 他其实会换得更好的空间 那Ioniq 6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因为他是电动车 所以他把这个驱动的元件 缩小之后 换得很好的车内空间 但是他有一个缺点就是 他的后箱也不大 这个车型我们其实也都有看过 我们都知道其实他的后箱开口 因为造型的关系 其实空间不大 你就把它看成是叫跑车吧 可以这么说 不管外型或整个后箱的空间来说 对不对 那像Infinity Q50 这点也是蛮让我意外 因为我们都记得 在这个尺码中 我记得Q50它的空间不是最大 对啊 但是他也是利用很聪明的 他利用坐着点的安排 它让你觉得在腿部跟头部空间 头部空间或许没有这么好 但是前后纵身的空间确实是不错 但是也会影响到后座的空间 这也是他们所罗列的一些缺点 还有一台就是你上了LIF 这台也是电动车 那它的空间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车型其实跟我们台湾之前买得到的 替打其实有点像 虽然说它是小车 但是利用比较累休旅的车顶高度 换得不错的乘坐空间 那缺点是什么 这个我觉得其实跟本身空间 比较没有关系 这个网站所说 不好意思 您的整个车身的布局 是比较老旧 像我前几天才试到这台车 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这不是一台电动车 坐进去怎么还是足踏式的脚刹车 这种手刹车 你就觉得这个好像有点old school 对不对 好 那还有一台就是宾式的S-Class 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不意外 毕竟这种豪车 大车 旗舰房车空间来说 绝对是不会差的 所以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像我们这样看下来好像没有一个逻辑 有双门跑车也有电动车 也有这种后驱的四门房车 怎么看 基本上有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就是说在一个相同的固定尺码内 通常前驱的车管 会比后驱的车管空间来得好一点 因为引擎的配置 再加上后面驱动轴 可能会影响后座底板的平整度 那在同样的尺码中 电动车的空间 可能又会比前驱车管再来得好一点 因为我们都知道马达的位置 还有本身马达的体积等等 所以这是一个蛮容易理解的逻辑 所以真的你对空间来说 资助比较 但是你又没有太大的用车 或停车空间的话 电动车前驱再来是后驱 这样的挑选逻辑 对你来说挑选空间好的车 会比较容易理解 对 没错 一台车 其实不论它的车格大跟小 最重要的位置在哪里 当然就是驾驶座 不然你这台车怎么开出去呢 对不对 所以对于驾驶者本身 能够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驾驶的位置 还有驾驶的坐姿 就非常重要了 那刚才小夜带给大家看的是说 各式各样的车型当中 很适合这些高个子的朋友来开 今天我们现场 有一台非常迷你的车 大部分人看到这台车 哇 好可爱哦 方方正正的 好适合女孩子 但是有一些男生 可能就喜欢这样的车 罗哥带我们来看看 Suzuki的Ignis 如果以罗哥这种 非常高大的身材来说 这台车也可以吗 罗哥 对 其实我觉得Suzuki它是一个做小车子的专家 专家 没错 对 所以其实你不要看它的车子小 它的车内的空间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先来看一下 你看这个车子很有趣吧 它的造型 你看这个U型的日行的 说跟你的车很像 是不是好像 跟Defender有Defender的元素 很经典 连中间的这个水上罩的部分 对 都很有Jib 很有Jib的感觉 就跟他们Jibny那个一样 你看那个前旋多小 多短 对 如果你要去看它的进入角 这个不得了 这个可以打败很多月 所有人 是不是 然后这个引擎就这么短一点点 引擎是很短 所以你看它车长只有三米七 天哪 三米七而已 三米七不到四米 不足四米 所以你要停车是不是非常方便 超方便 对 那你如果说 譬如说你自己的住家 你本来出入的巷子就窄 停车就很小 就算是男生 我选一台这个车代步 也没什么不好 好 为什么说男生 像我一百七十七公分 没有爱大高 但是好歹也算是一个体积 人高马大了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样子的一部小车 我坐进去就会不会不舒服 对 对不对 你看首先 因为它个子 它的车高够高 一米六 一米六我们讲 它已经是Cross Over 已经像休旅车一样 对 的确是一般的跨界休旅车 而且你注意看 它的底下高度 离地高也是不小 对 所以你进出是方便的 对 我进出的感觉就跟 做这种小的SUVCross Over 跨界的休旅车是一样的 你看我不用低头 对 那我就直接坐进来了 然后上下的这个 这个臀点 就跟我们坐在家里面的 那个椅子 高一点点 是不是 我是不是这样起 对 都很轻松 对 所以是年纪大一点的人 你也不会说 坐这种小车 跌进来 爬出去 对 这种感觉 而且高个的你看 对 我的头部空间还非常的足够 真的 还有一个拳头多 有休旅车的feel 对 所以它基本上 它的整个设计什么都很cute 那这个我相信 喜欢Ignis 喜欢Suzuki的车子设计的很多 所以我们也就不用多介绍 因为这种车子 它在造型上面 它就是可爱 你看它C柱还有很特别的 对 很像Adidas的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它们是没有合作 没有它好像是像之前的那些经典车款 对 它有那个致敬 对 对 那其实你看 那我们前座已经体验过了 那后座呢 你这看起来 后座好像 前面是罗哥你的位置 但后面的话还是罗哥来坐 我来坐 前面我刚刚也有调到我开车OK的 对 这个姿势 好 那你来看 这个后座 一样 后座我坐进来 你看 是不是 我还是要稍微低一点头 为什么 后面要稍微低一点 因为它的座椅比较高 它也有座跟前座 它比前座高很多 你说它比前座再高一些 对 所以你坐在后座的时候 但是我坐进来之后 我的头部空间是有的 我还有大概快一个拳头 这样子放 这很不可思议 日本人造车真的蛮厉害的 对 就是说它虽然车子很窄 它只有一米六而已 所以 你是说它的这个窄度 等于说你可能 我发现日本车都这样 像K卡也是 它都窄窄的 但是它的车高就比较高 它只能向上发展 是 因为地狭人稠 对 所以你开这个车子 在路上 你就没有什么压力 对 你就不会觉得 我巷子很窄 又要汇车 又有人乱停车 对不对 就很麻烦 但是开这个车 你就完全没有压力 可是起码四个大个座里面 我觉得OK 你不要加五个人 坐五个就辛苦 对 所以你会觉得说 坐在车内可能稍微窄一点 坐前座一定会跟旁边的人 手肘碰在一起 因为我们现在比较新车 大概都是一米八的总车块 这只有一米六 你看差了20公分 是不是 这个是有差距的 但是你如果说坐在车内 我们坐到后座 其实它的这个椅背也好 或是你的坐垫 它都是坐比较软直 比较舒服一点 所以我腿部 其实还是有大概一个拳头的空间 头部也有 所以其实坐起来 你不会觉得很局促 很不舒服 最让人家不舒服 是头部的压迫感 它没有嘛 但是这个基本上没有 对所以它的设计的一个小巧思 就在这个地方 对 所以我说它是最会坐小车的日本厂 所以的确它很会利用空间 包含它整个的后行李箱 你看它 三米七 对 车子三米七而已 可是你看它的后行李箱 它有挖升下去 然后又 它基本上它的空间利用就全部了 所以你不会觉得 它只有这样子一点点 它很深 对 起码比新背车的功能性要好一些 对 虽然你说这个短 但是它其实够深 所以你要买东西什么的 就非常非常的方便 而且它也有六四椅背的倾导 对 对像这样的车来说的话 我们说适合高个个男生 你觉得个子高的男生 罗哥其实基本上不会买到这种车 但家里有可能第二台车 对 每一个家人会随时轮流用的 可能是这台 可能平常爸爸用 姐姐在用 对不对 但是偶尔 高大的弟弟 一个儿子 也可以用 开起来也不会觉得很痛苦 所以比如说你要买第二台车 其实这个也是可以考量 因为可能每个成员都会用到 你不要买一台太袖珍的车子 只有姐姐开可以 弟弟开不开 不行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 这个购车的考量之一 没错 我们之前也有讨论 聊到 就是有一个朋友 他其实都是开跑车 家里很多跑车 大家平常的代步车 是一台Yaris Yaris 对 那Yaris应该比他跑车还舒服 没错 所以实用性也很够 对不对 很多人都说 最萌生高差 像很多高个子的男生 就偏偏喜欢交那种 娇小的女朋友 是吧 所以如果你是高个儿的 这个不论是男生或女生 你想要买一台 比较娇小一点的车的话 我们来看看 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呢 高个子的小型车 除了刚才罗哥讲的 那个一个女子以外 那我们这边还 我这边还推举 我们这边还列了三部车 来推荐给大家 那刚才罗哥讲的 这个一个女子 价位是在69.5万元 算是相对CP值非常高的 好 我们来看第二部 我会推荐的第二部是 也是属于都会型的 小型的Honda Fit 这家 这部大家应该都 非常非常的熟悉 那这部车 大概将近 大概四米出头 然后高度 高度大概是1535 各位看一下 1535刚刚跟这个一个女子 一个女子是1米6 对不对 它少了大概7公分 但是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相较于房车 Feed这个1535房车 大概它大概高 房车高了大概 有21公分之多 所以其实相较房车 它还是很高的 那车高就刚才有个优势 刚才罗哥在进出 就比较方便 没错 所以这种高个子 如果他想要推 他想要买这种小型的 都会的先备车 Feed我觉得算是 在这个 在这个局里面 它空高度表现的 算是最好 而且空间又够大 空间后座空间 那更是无敌大 那灵活运用 再加上我觉得 它除了你看 它有两个价位 一个是75.9 一个是82.9 那个82.9 就是它的HeHeve 它这个油电的一个动力结构 那当然以电为主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像 比如说高个子的 它希望 因为高个子当然可能 体型就会比较大 车重会增加车重 所以它的动力上的需求 会比较 会比较有要求 所以我在这个油电上 它可以享受电动的一个快感 而且在油耗还可以节能 所以我觉得 这个我们第一部推荐的是 这个Honda Fit 好 我们再来看 另外两部是一种豪华品牌的 那当然它整个的 也是小型车 它大概都在四米四之间 我们看一下第一部是 Bobo的AXC40 它142.9到219万 那BoboAXC40 它除了在同级距里面 它的空间最好 对不对 因为它比较方正 而且是比较纯正的SUV造型 当然它就有利于它的进出 如果个子高大的 它在进出方面 它就会相对比较方便 而且它的车高来到了1658 将近一米七了 所以对高个子的进出 觉得是相当的一个便利的 这是Bobo 而且最主要 而且Bobo你看 它从142到219 它最主要它动力 有比较多样的选择 它有1.5的三缸 还有2.0的四缸涡轮增压 再加上48V的油电 其实对于这种高个子 它需要需求有动力的 或是在节能上 它的选项 不管是在动力空间 Bobo的XC40 都是还蛮不错的一个选择 我们再看第二部小型车 是B&W这个二系列的 Active Tourer 我们说这个2AT 2AT我觉得这个车 它也是大概4米5 大概4米5左右 那车高 车高大概1576 大概将近1米6 它的车高 大概跟一个米差不多 所以像它被定义以为 是比较小型的 比较Compat的一个MPV 多功能的一个车 定义成MPV 表示车内的空间的运用 更好 然后后座的空间 运用也都很不错 那你看它的车高 不管是车高或是运用 相对你说 你高个子 我要选一个比较4米4的 这部车我觉得它还蛮不错的 而且最主要是 刚才怪你有讲到 它是一个比较空间运用 比较灵活 所以其实也是还蛮适合全家人 并不知道 欧洲人也比较高大一点 对 普遍来说 没错 而且2AT B&L有保有B&L的一个 至少价值乐趣 它还是蛮乐趣的 那再来当然 它的动力选项也还蛮特别 就是1.5升的三缸涡轮增压 加48伏 这样的一个搭配都是现今 欧洲或是现在全球的一个 动力主流 开起来的 不管是在动力上 或是在节能上 都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投资 一个选择 没错 这四款车的确在台湾 这样子的用车环境来说的话 车身尺码真的相当合一 车高也能够满足 各种不同身形的需求 但是讲到小车 很多人会不愿意买小车的原因说 我开在路上 很容易就被大车在后面按喇叭 要不然就被大车逼车 我们在新闻上面也看到 实际上真的现实生活 真的有这种大七小的状况吗 好 我先来分享一下网友的心得 其实网友最近有在讨论区上就有说 这个网友他就说 他自己常在高雄闲旷 然后就发现说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开的车比较小 所以在停车场 十字路口或者是快车道的时候 容易都被其他车款无视 然后就等于没有存在感 会被插队 没有不理让这样子 那有时候甚至前方没有车的时候 还会直接被隔壁车道 车来直接给他切入这种轨切的情形 所以他就想说是不是因为他自己小车的关系 那这个是网友自己的心的 其实我觉得不用特别强调高雄 不用打地图炮 其实这种情形在很多地方都会发生 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 其实我自己也是开小车 开一种大概车长不到四米三的先备车 我自己就有这种感觉 就是因为我自己习惯开车的时候 跟前面保持一个比较固定安全的车距 然后就很多车 他有时候会习惯切到你前面 或者是你有时候你在会车的时候 他们就因为可能你是小车就不让 我就在思考说是因为我车小 还是因为我的开车习惯容易 让人家会做这种事 但是刚好我们这一行有一个优点 就是我们很常开的 除了自己以外的其他的车 有时候会开豪华品牌的车 有时候会开大车 我发现当我开了不是自己的小车的时候 这种情形就会比较少 就觉得很妙 当然这个不是一个很客观的认定 但是我自己主观的感觉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有这样的感觉对不对 如果你开的是豪华品牌 或是比较大的车子 你被检举的几率就比较高 有一好没有两好 有一次我们试老塞斯的库里男 你发现周围都没有车 没有车都跑光 很怪 然后艾达说 为什么你看我们旁边都没有车 就是因为大家生怕 就不小心磕到你一下 好像有一个防护罩 对有防护罩 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我相信艾达也很有感 因为我自己住桃园 跟艾达比较相近的地方 我们进来台北市 有一个地方我们很常走 就是我们走那个新北市的一号省道高架 要贿赂市民大道的时候 市民大道还要藏一个 两边贿赂的一个地方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从建国高架 要回到我们家 要从贿赂到国道高速公路一号 它也是一个很多车道贿赂的时候 这种应该我们大家都知道很简单 夹链式 你一台我一台 你一台我一台 但很多人我觉得台湾驾驶 有一些蛮多一个特别 它有一个趋光性 就像昆蟲看到光会冲回去 你方向灯一打 他就一定要嘟到前面跟他的车 他没有空间不让你插 就是很奇妙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不是大小车的问题 有时候是我们的驾驶道德 跟驾驶观念确实需要改进 最近不是蛮多在讨论什么 行人地域 开车地域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大小车这件事 用在道路上只有一个 就是防御驾驶的时候 你要放在心上 因为我们都知道 大车跟小车 毕竟它的重量 它的惯性都不一样 在发生事故的时候 确实小车比较吃亏 对不对 所以真的我们要把 在开车的时候 最重要是道德 再来台是法律 而且有一个例子就是 除了我刚才讲 那个驾驾驶车的时候 那个夹链式以外 像还有一个很常见的一个例子 就是比如说两台车 不同方向 要汇入转去同一个车道 这个时候右转车跟左转车 谁让谁 有时候怎样 谁也不让谁 有时候右转车想说 反正我比较快我就先转 其实这个是有一个规定 就是说你右转车 要让左转车 因为我们台湾是左驾车 那你左转车的时候 你要跨越比较多车道 如果你没有办法 顺利左转的时候 会对交通造成比较多的影响 OK 这些东西其实都有法规在 所以大家只要 其实有时候我们开在路上 有时候会心浮气躁 想要赶时间 其实有时候你开很快 到前面发现 红绿灯大家都停在同一个地方 所以其实有时候多离浪 多去换位思考 体贴一下行人 有时候体贴一下驾驶 其实这么多这种大车小车的状况 就比较不会出现 是 所以观众朋友 其实也可以稍微观察一下 如果你真的开小车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在马路上 比较容易被 大气小的状况会比较多呢 好 那刚才说我们讨论到小车 还有国外有一个媒体 竟然就是做了一项的调查 竟然发现说 你开的汽车的品牌跟颜色 可以判断出 这个驾驶人 到底是不是危险驾驶 有这么神奇 应该这样说 就是说这个像刚小叶刚跟大家分享 这个驾驶观念 其实我觉得 与时俱进 其实我们自己都应该回去 再去看一下这种所谓的交通常识 以及道德法规上面的一些建议 因为像我自己也干过三保 对不对 在台湾我们把它称之为三保 那这个是一个英国公司 做的一个统计调查 他针对2000名开同款车的车主 来去做的一个统计资料 当然他也有讲说 这个统计数据是纯属好奇 做的一个这个统计 他们把这种所谓的 危险驾驶的三保行为 称之为持续性的反社会行为 这样好像也蛮有道理 持续性反社会行为 他就做了一个这个统计资料 他针对这些驾驶人 2000名开同一个车款驾驶人 做了一个这个心理测验 那心理测验你的分数越高 你就越接近于什么 越接近于精神病的这个状态 他把它归均为三个阶段 0到18分是属于正常等级 那19到26分叫做稍微有一点病态 那如果27分以上就是 就是到36分是满分 也就是说所谓的 严重的精神病态的一个这个状态 那还好还好还好 统计出来所有驾驶人的驾驶这个品牌的车量 都属于在正常的状态内 那我们可以看到图表上面 得分最高就是最接近于 稍微有一点点危险驾驶的状况 是B&W的车主 他的得分是12.1分 那你看到第八名是这个雪铁龙 也是5.8分 说实在的都在正常的范围之内 但是啊 你看到没有 得分的落差其实还是相当的大的 对不对 那但是虽然他有说 这个是一个好玩的 这个有趣的好奇的一个统计资料 不过事实上呢 扣除一些台湾比较冷门 不常见的车型之后 你会发觉好像还有这么一点点 这个蛛丝马迹可循 怎么说 第一名是这个B&W 如果你在Google你打 就想为什么B&W 然后大概跳出来 后面都是一些傲慢啊 危险驾驶啊 这些跟随的一些建议的搜寻字样 那当然我们并不是说 对B&W有什么意见 因为基本上12分呢 它还是属于一个正常的范围内 可能B&W的车主比较多精 可能他比较觉得 我必须要受到人家更多的一个 这个尊重 那当然这份统计资料呢 除了这个品牌之外呢 他也统计了燃油车跟电动车 结果电动车是车主是更趋近于神经病的一个状态 好那再来他就说了危险驾驶刚刚关于提到颜色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颜色的部分呢 金色的车子呢获得了最高的一个这个分数 但是其实也在正常的范围内啦 那目前我们台湾开金色车的人应该是不多 接下来会有比较比较 目前你可以看到金色车子 多数出现在这个保时捷的911上面 有很多金色车子 那到底是他是不是危险驾驶 我觉得倒也不至于啦 不过前一阵子确实有这个911又撞了电线杆嘛 这也是没办法 是因为他是这个跑车 所以观众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些颜色的一些差别 第二名是棕色第三名是绿色 普遍性在台湾都并不是说特别受到欢迎的颜色 不过第四名的黑色在路上能见度可就很高了 因为以台湾消费者喜爱的一个颜色来说 白色会是第一名的状态 第二名就是黑色了 所以如果在路上你看到BMW的黑色车呢 可能就稍微给他对他有多一点点的尊重 这个对于我们近平印象好像是相符合的吧 混合的吧 对对不对 这个安妮奇大概都是开这种黑色的双B车型嘛 是不是 不过这个资料就像如同这个统计的英国公司说 它是纯粹出自于好奇心 所以也分享给观众朋友们做一个这个趣味的一个参考 对我觉得有趣的参考可以让观众朋友稍微 你觉得看一下自己现在开的车 这个品牌或者是你用的车的颜色是不是榜上有名呢 给大家参考而已 大家笑笑就好了 那刚才我们其实有聊到说高个子的男生 或者是高个子的女生 可能有些人反而就是不见得一定要选择大车 而小胶小型的一些身材的男生跟女生 他们也可能喜欢比较大的车 那么什么样的车呢 是很适合胶小型的身材的这些驾驶者呢 对 其实小个子并不代表不能开大车 但是多万不太喜欢开太高的车 就是爬上爬下稍微不变的车 所以这个外媒在推荐 我觉得还算有点道理 比如说轿车的话 他就推荐Toyota Camry像这一类的 那Camry你也知道 这全世界卖的最好的一个中型尺寸的房车 对于国家来讲这个是中尺寸 对我们来讲就已经列为稍微有点中大型 那Camry没问题 这个又好修理又开不坏等等 再来如果是修旅车的话 他就是比较建议这个苏巴路的Forester 这也有道理 他也不是一台特别大到不好开 然后也不高 然后他又有很好的AWD的安全性 虽然他的动力以这个车来讲动力不强 但是在空间利用等等等等都相当的不错 所以适合各种体型的人来开 那再来就是Honda Civic的EHAV 那这个是比较新的车子 我们国内也快要引进了 那Civic基本上现在的车子也越长越大 所以他基本上也是跟Toyota Camry 差不多一样的推荐的概念 在美国Civic只卖比Camry 还便宜不到一千块美金 所以Civic的缺点是 在同等级里面稍微贵了点 他好像在很多国家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在台湾Honda的车也是贵了一点 对对对 好 再来就是这个Golf Forsfaggan Golf GTI 那我想这个也没什么问题 就是说不管你什么尺寸的身材 你喜欢开稍微有点性能的车子 Golf GTI 都会喜欢 绝对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 那再来如果以休旅车的话 他就推荐BMW X1 这就更有道理了 因为X1基本上他也不是一个非常高的休旅车 但是他的可用 适用空间又非常的棒 而且现在X1已经来到以前的X3的那个 对对对对 看完这个报道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关于还记不记得有一次外媒也推荐说 最适合车速的车 其中有一项就是Golf GTI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还实际的帮大家躺看看对不对 放到床垫然后躺 大概我趴进去之后呢 大概门关起来会把我脚夹断 那所以他就说适合小个子的意思是说 Golf GTI比较小 说实在他大也不大小也不小 但是各种身形感觉好像都可以 我必须说就是说对于我上一次那个论述 这个外媒觉得说Golf GTI是适合车速这个车子 还是我必须再给他打一个X 所以这是哪一个国家来的 外媒推荐的 就要看那个国家比如说身形普遍来说 大数据 他们会觉得说这样子的身形 比如说小个子的 就很适合像这类的车型 好 那我刚才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 有跟大家分享说 我有一个150公分的女性的朋友 她就是开G卡 因为她本身虽然个儿娇小 但她就喜欢开大车 她觉得开大车就是一个舒服 那我觉得每一个人坚持的 当然就不一样了 那如果你也是这类的人的话呢 来 小叶 是不是说小叶 不是 是不是说当外安排她接受 不是我说她 不要怪我啊 我不是我 她身高170已经是很高的了 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今天节目安排真的太完美了 你看刚才那个3米7的车 请罗哥177来安排 这个车5米5 170公分是不是很好的队 是 就完全符合主题嘛 对不对 但我觉得这台车选得很棒 是除了我们想要一些鲜明对比是 小个儿也可以开大车 大个儿也可以开小车 这个一个很棒的主题以外 为什么我们特别学CX9 对不是CX5 是CX9 大家是不是看车头会认错 超过5米对不对 对 我觉得很棒的是因为马自达 他们强调一件事叫什么 人马一体 人马一体我们换的 我们比较常讲就叫人车一体 人车一体的好处就是你在开 有时候我们小个儿在开大车的时候 你最怕什么 就是他不是很听话 或者是他的车太庞大 我进出向左不好掌握 但是我觉得马自达的车 就是因为在这个人马一体的设计逻辑下 不管什么尺码的车都很好开 车头虽然说我们乍看之下 有点像CX5 但是它透过这样子的设计 会让你感觉到 其实家族设计是有连贯 再加上因为现在灯的科技 都非常厉害 它这个ALH的这种智慧头灯 它可以尽量缩小它的体积 对不对 我缩小我灯的体积 但是够照明又够聪明 但是我可以把我水箱护照 尽可能的放大 旗舰的气势就怎样 对 看起来又比较霸气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来车测看一下 车测我们都知道 超过五米 我一直觉得 这还算是大车 其实五米很大 它接近BMW X7的尺寸 甚至比Infinity QX60还大 QX60 对啊 是不是很惊人 那真的很适合小盖的人来说 是很适合开的吗 但是我觉得它很厉害的是 它透过这样子一些 比较流行的设计 混动的这个概念 而且它有一个很聪明的事 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柱 B柱 还有它的C柱 都是黑色阻力 所以它会让它的车型 看起来比较紧凑一些 紧凑一点 它整个车顶的线材 会比较压别一点 就没有看起来 这么庞然大物的感觉了 对 就比较不会 这么庞然大物 对 因为这样很相反 就是说我们小车 要变大空间 就是尽量往上面发展 大车我本身怎样 我架构就大了 我很多空间可以发挥 对 所以我就透过设计 让我车子看起来小一点 看起来流行一点 这就是设计的一些巧妙 此外像我们都知道 休旅车都会有一些像这个 这种黑色防刮材质 对 但是它在车侧这边 它就很聪明 怎样 又杜鸽 又杜鸽 增加它的豪华度 增加它的豪华度 这很重要 那观众朋友就来看看 我跟小夜坐在6ix9里面 那个视觉的感觉 是不是很协调呢 好 听车内 我现在把我的座椅聊到最高 因为很多女孩子 即使是比较娇小的 他们会希望前方的视野很好 我可以看得到引擎盖 对不对 所以我调到最高 但是我觉得CX9 它的设计还蛮巧妙的 你不会觉得它是超过5米的大车 在这个驾驶座上的部分 我觉得你刚好讲到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 为什么有些小个 他们喜欢开比较大或比较高的车 是因为如果我个小 又开一个视野很低的车 那现在你知道整个路上都休旅车 我看不远就没有安全感 那如果我先开了大车 视野比较高一点的话 我看得比较远 相对就会比较安心 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你刚才坐到车里 你没有发现 如果今天我们不讲 今天试的是CX9 你会觉得这是5还是9还是3 对不对 你觉得一般的这个中型的SUV的感觉 可是我觉得很适合各个身材 或者是甚至于 连娇小的女生坐在里面 我都觉得很OK 对我觉得很棒 他们很厉害的设计就是 因为有些小个子不敢开大车 会觉得整个 比如说你离我好远 整个中控台好宽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掌握右边的车距 但是你坐进这台CX9的中控台 你会发现整个布局有没有 它透过这样子没有完全连贯的设计 还有一些仪表跟中控台的这样不同 没有连在一起的这样子的造型 你会觉得整个中控台有一些被打断 就不会觉得好大很巨大的感觉 对 有那个人马一体的包覆性 对 我觉得光从设计也可以让你感受到 那种人马一体的安心感 这个是相当的聪明的 那因为我们今天在棚内这台车 它是可以说整个车系里面第二高规的 也就是说它是市区版本的 signature的车型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坐在这边 其实我有时候坐的这个椅子 我都不大想讲话 好舒服 对 它是很豪华 而且这皮质的触感很好 NAPA NAPA就是皮革的保证 是 而且NAPA还有加上林格文 对 我觉得CX9他们 这个车型很特别 一般来说 这种豪华的座椅 除了NAPA的皮革以外 通常如果说你没有到这么高规 可能只有加热 但是不是 它这个车型 最高规是加热通风 但是在这个版本 它其实就有通风 这个对台湾比较实用 是 所以配备也是很豪华的 该有的配备都有 好 虽然说我们在前座看起来没有很大 但是有时候我们往后座看 它的空间真的还是蛮大的 对不对 对 毕竟它已经超过五米了 而且可以坐到三排 三排有一个重点 第一个是它三驱横文空调 三驱 对 三驱横文空调 这个是对大家都体贴的 再来是说 因为我们今天试驾 它今天来了 它不是最顶规的 Captain C的座椅 所以它第二排座椅是三人座 它有一件就可以往前倾倒 让你第三排进出比较方便 这个是优点 那如果你今天选的是 Captain C的最高规版本 其实二驱跟四驱 它都有Captain C的最高规版本 也就是第二排是两张独立的座椅 那个就舒服了 对不对 第二排座椅 而且你还有那种通风加热的功能 电动调整 如果说你第二排 有时候会带一些贵宾 或者是你家长 想要做一些比较舒服的话 我真的觉得Captain C的 做车型是非常的适合 而且你看 你后面坐得舒服 你又有三排 最多七个人的乘坐机能 而且前面你不管是 我刚才说工作人员多高 150几 对 158或者是像我 最高170 其实开起来 都没有那种大车的负担 是啊 因为现在你看 尤其是这种日系车 真的很符合我们东方人的身形 对 就是我可以 你想坐低一点 你看贿到这么低 对 像刚才我就是说 我K条能很高 就看你个人喜欢的坐姿 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个 非常适合你的 再加上它有个抬头显示器 对 那对于娇小的人来说的话 我开的时候 我眼睛可以直接看的前方 知道一些资讯 我就可以目不理路 那安全性其实又更多了 提升 对不对 娇小的这个驾驶者 你一样可以带来全家人 就是真的是 就是三代同堂 可以一起出游 对 这台车CX9 的确是还蛮好的一个选择 没错 你也不会有开大车的 这种压力 对不对 对 除了CX9 如果你也是属于 这种小个子的 我们一起来帮大家 来找找 还有什么样适合的车款 从罗哥带 我们看 Suzuki Eginx 跟小叶带 我们看 Mazda的CTA9 你就会发觉 我刚一开始 讲的东西是对的 现在新世代的车辆 其实因为 它可以调整的机制 变得来得更多 包含方向盘 座椅 各方面 都可以去调整 所以其实买车 已经不太需要去担心什么 担心你的身高 你的身材 是不是能够适合 驾驶这台车 就好像 冠于你的姐妹一样 对 对不对 一百五开机卡 没有问题 所以这时候 我们就来看 如果要像 CX9 这样子一部 大气气派的 这种休旅车 还有什么样的 一个选择 市场上面 你可以看到 以7人座的MPV来说 我们会推荐的 这个KIA的Canibal 因为它的虽然是 MPV式的一个 这个车型设计 可是你看到 它外观的一些线条 尤其是 以侧面来说 有带有一点点 这么SUV的风格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新颖的设计 其实汽车市场的 汽车产业上面 一直以来 设计的一个走向 都在进步 即便是以往 被亏类于商用型 或是商务型的 这个MPV的车型 在更贴近家庭使用之后 也有更新颖的设计 那当然 它的这个 乘坐的一些高度 登车踏板的高度 例如车内空间的一些配置 也是成功的有什么 有这个六人座的车型 吸引整个消费者的目光 OK 如果你觉得 KIA的Canibal 是属于 还是务实型的 家庭导向的需求 你需要更加大气 更加气派的车型的话 OK 可以选择这个什么 B&W的X7 那当然 它就是必须要口袋 得要有比较多的这个银弹 来去做选择 那当然X7这个车型 也经历了一个小改款 它把车头灯的造型变换成了 现在B&W最新的 这种所谓的双层式的 迷迷眼设计 前面最细小的那一条 是日行灯的一个设计 但是在路上能见度 或是辨识度来讲 能见度少 辨识度高 保证开出去 这是气派又有面子 不管你身高高 还是个子小 都很下巴 那我们刚刚有聊到 气洞座的SUV 像Mazda的这个CX-9 讲到Mazda这个品牌 大家会发现 其实它产品的跨度 真的还蛮广的 可以从小到先配车 大到这种七人坐的 这种休旅车 它都有 那么接下来 Mazda会没有有一些新的动作 有 今年的新的动作 还特别多 首先我们看一下 Mazda 2 它从2014年 第四代上市之后 你看2019年 它小改过一次 然后再来 今年2023年 一月日本又在第二度小改 但是这个第二度小改 我觉得这个Mazda很有诚意 它把水箱护照全部换掉 那它这一次 它开始玩什么 玩颜色 因为它知道 这种小型线 可能是年轻人的最爱 所以年轻人喜欢 跟人家不一样 童中求异 所以它从车顶 车身到后照镜 水箱护照 到轮圈 到尾翼 都可以做完全不同 客制化的颜色变化 真的 对 它说 这么有趣 对 它总共有11种车色 那刚才我们刚才这样 经过各种客制化 它可以变化出198种 所以这198种 所以说它抓住年轻人 喜欢跟人家不一样的 一个形态 所以这个Mazda2的小改 今年我想 台湾Mazda 它应该也会在 在预计应该会在 大概下半年 应该也会有可能引进 动力维持原来的 大概1.5升的 这样四缸的一个引擎 对 那110匹 跟14.5公斤米的最大扭力 这是目前它 而且传出来可能 台湾Mazda应该会 会再度把它引进来 因为我觉得 台湾这种小型 进口小型 的市场 其实现在也算是 慢慢的 选择性也不多了 也不多了 你看 没错 现在我们知道有 进口这可能有 Skoda的Fabia 对 然后Volkswagen的Polo 这两个大概是 80万到90万 90万到100万 那刚好Mazda2 它可以卡在 70万到80万 中间这个价格带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虽然是国内竞争相对少 但是还有一定的课程在 所以它们应该会引进来 再来我们刚才讲说 从小型 那大车 有 大车是全新的 像CS60 CS60是算Mazda 比较新世代的 一个中大型SUV 它采用了什么 它采用的是这种 全新的这种 大型的模组化平台 Skoda这个模组化平台 而且它采用的是 重置引擎后轮驱动 或是重置引擎 是四轮驱动 这样的一个模组化平台 强调的是 Mazda强调的是 驾驶乐趣 这Mazda向来非常强调 后驱 对 后驱 对不对 好香 而且引擎动力 一个全新的3.3升的 柴油引擎 柴油引擎 直列六缸 大家会觉得 还有汽油引擎都有 那其实这个 你看我们觉得 它有点违反 现在的一个潮流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Mazda是一个小厂 但是它很在乎 而且很坚持 某一些设计的理念 它非常非常坚持 所以它非常在乎驾驶乐趣 而且那种直列六缸 然后大马力的引擎 它非常非常在意 那当然不可能 纯粹是直列六缸 它还搭上什么 现在最新潮流的一个 Mail Hybrid 加上48V的轻油电 也有 那这可以产生 它Mazda游史以来 最大的马力 340匹 对 所以应该是非常的过瘾 然后再来 它当然还有一个 2.5升的 Ply-in Hybrid的引擎 做动力做搭配 这个2.5升的 Ply-in Hybrid的引擎 它最中小马力 也有323匹 所以在马力上 其实Mazda非常在乎的 那当然它为了要 降低油耗 所以它搭配 Ply-in或是Mail Hybrid 去做搭配 再来我们说 它的模组化底盘 这种中大型的 模组化底盘 是一个全新世代的底盘 后轮驱动或是四轮驱动 这样的一个设定 我觉得它会创造出 Mazda在这种 SUV里面 等来讲 而且是中大型 它还是保有它的驾驶乐趣 它很值得期待 那这两款车 今年的第三季 也都会进来 台湾 对台湾 台湾进来 而且CS90 CS90 这一具 这个全新的一个 大型豪华房 大型豪华的一个SUV 它已经在台湾的路上 被人家捕捉到了 伪装车 所以CS60跟CS90 都一定会进来台湾 而且是在第三季 而且第三季以后 我相信Mazda 不管是在小型车 或是中大型的SUV 或是全新的这种CS90 这种三排座的大型SUV 很值得令人期待 所以我们来讲 最主要 它Mazda希望在 它知道是SUV 是大家很受欢迎 所以它希望把SUV的 产品线把它补齐 你看从CS3 CS30 CS5 CS60 CS90 到CS9 它都把它补齐了 我们一般想到这个豪华品牌 大家可能就会想到双B 大家会觉得 我开一台宾室 感觉就是比较 开出去就是比较有面子 比较体面 三盲星 而且这个三盲星 一定要是力标的 代表身份地位的象征 但是我们看到 最近竟然 有一个宾室的力标 它的力标 有一点点怪怪的 罗哥 这个力标是什么 对 我们轻松一点 看到这台宾室车组 它是E class 四元灯 然后它这个前面的力标 竟然改了一个水龙头 这个宾室果然是这个 真正是龙头 豪华车界的龙头 是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车子 它车顶加了行李架 而且还放了铝梯 铝梯子 所以很多网友一看就 这做水电的 所以这个做水电的 这个力标变成水龙头 这个也是应该的 也恰如其分 恰如其分 所以当然我们讲到这个力标 为什么现在比较少力标 其实还是有的 我小时候在当野孩子的时候 我们真的有掩护同伙 去铅人家那个 那个 那个 那因为那个可以卖钱 那我是不知道卖多少 不然我也可能也去做 不是 那以前那个是固定的 所以你用手扯扯得掉 后来大家知道 可能被偷多了 后来就变成活动的 所以你拉不掉 拉了会拉出一条钢索来 你拉不掉 就不是那么容易 而且其实是为了行人的安全 就是说他你撞到行人的时候 他要被压倒 OK 对 所以到后来 大家基本上都尽可能的 不要做这种力标 当然还是有一些品牌 会有这个坚持 那当然还有像飞天女神 对不对 对 那个 还是可以收缩的 还可以藏起来 以前也有人偷是不是 对 那当然有人偷 所以他一定要藏起来 一定要藏起来就对 那个更值钱好不好 对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就看这个情节